就像犯人一樣的被追戴 就過得稍微舒適一點 門另外都是被鎖的 然後手機什麼的 全部都被沒收 完全不能跟其他人聯絡 直接寫信 一進去之後就要緊緊安檢 然後所有行李 還有私人物品都被沒收 直接會衣服給我們 全部照餐餐會有人送食物進來 完全不能跟其他人交流 然後被關在一個單間的房間裡面 我大概三月初的時候 那時候跟媽媽發生一點爭執 然後她就拿陶瓷杯跳額頭 也問了很多些 我就對媽媽噴著辣椒水 然後逃了出來 逃出來第一件事 我們就聯絡了社工 社工告訴我 他可以幫我安排那種安置中心 然後裡面的規定也很輕鬆 就是手機照點還是可以給我們用 然後平常要出去也是可以 但是實際上到了那邊之後 發現動物是這樣 一進去之後就要緊緊安檢 然後所有行李 還有私人物品都被沒收 直接會衣服給我們 然後送出去的訊件也會被他們做檢查 在裡面也是除了送上餐 會有人送食物進來 我完全不能跟其他人交流 就是被關在一個單間的房間裡面 然後也不能再回去學校 然後是因為害怕媽媽可能會在學校找我 但是媽媽她也沒有要我 而且為什麼今天可以讓她在外面這樣子 讓我這樣走 就是不用掌握她的行蹤 可能是我要去擔心受怕 她可能會來找我 安置中心的那些牆上 也是寫滿了好想回家 或者是好想離開這裡 但是我不想回家 告訴社工 社工卻說 他們在情緒移動崩潰的時候 寫下來的 那為什麼 明明會讓我們去治癒我們的心靈 安置中心 卻反而讓我們精神崩潰了 在裡面就像犯人一樣都被對待 就是過得稍微舒適一點 反而讓我們都是被鎖住的 然後手機什麼的 全部都被沒收 完全不能跟其他人聯絡 只能寫信 人子機構內部的情況 都被他們掩蓋下來 要不是那一下我 我拿著我的手機進去 沒有被發現 那內部的情況是 原來就沒有辦法告訴大家 要跟他一些東西 我會想進行 回家